7月6日 汪明泉 张爱佳 许安华等出席香港六亿卓越女性颁奖活动 日前罗佳英报收 港媒传出是因肝癌后遗症导致身体恶化 接受访问时 阿姐汪明泉表示 罗佳英身体很好 只是目前忙于乐剧表演有瘦一点点 还是正常 当然因为上一阵子她是因为演出那个乐剧《战晚成》 她是有大量的动作 体力的消耗 瘦了一点点 大概两三磅吧 没有很多 全能艺人兼导演兵具各种身份于一身的张爱佳获奔六亿卓越奖 却直言受处若清 相当谦虚 张爱佳还透露自己将会和杜琪峰导演合作 两大重量级导演搭档真的让人很是期待 尤其让人期待的是杜琪峰导演将会用动作片的方式拍摄都市职场剧集 杜琪峰会拍的东西 我不会拍 那我会拍的东西 杜琪峰可能会拍 可是会用她的方式去做 这是让我比较兴奋的地方 我才发觉说她真的是有心要拍这个电影 那后来我才觉得说 好吧 我说杜琪峰你就用你的动作片的方式来拍这个华丽上班族 她就说 你放心好了 我有我的想法 捧出柏林影后萧芳芳和威尼斯影后叶德贤的 著名导演徐安华则透露自己正在筹备下一部文艺电影 不知道能否延续以前的经典